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张辉赞这个中将师长本人都让共匪给服了呀 这让鲁迪平心痛不疑给蒋介石发举电报龙岗义十八师片甲不还 没空继续悲痛当下铺开地图的鲁迪平发现 张辉赞的十八师被歼灭之后自己的另外一支嫡系部队 也就是驻扎在源头一带的谭道元第五师师已经是非常危险 张辉赞一半 共军熄灭 暂时没有威胁 定然是有挥视风际 为了保下自己的立足之本 鲁迪平马上垫立 谭道元不由源头向东 向左翼第二十四第八师靠路 这日担心此时原路返回 会来不及让红军给抄了后路 要说按照之前的预定计划 担任迂回任务的国民党左翼军 也是已经靠近 许克强的第二十四师到了洛高 毛炳文的第八师到了广超 如轻弓之鸟一般的谭道元也是二话不说呀 立马是放弃汽舌阵地 率部向东讨算 以期与友军靠拢 多些安全感 那这这许克强的第二十四师听闻张辉赞被歼 已经是先一步离开洛高 退到苦诸与毛炳文靠拢 谭道元得知情况大骂其亲娘的同时 已经是发现红军迫进 这在山区哪里跑得过红军呢 指的是命令部队于东勺就地构筑攻势 1931年1月3日上午 于龙岗歼灭张辉赞后 极客辉尸东进的红一方面军如期展开进攻 按照指令以红十二红三军团正面进攻 红三军牵制右翼之地的同时 一步侧击谭道元 东勺之战 鲁迪平参谋长谢穆涵如此计数 本队因出发较早 事晚侥幸抵达东勺 但红军追击部队已尾随而至 次日俯效以雷霆万军之力 展开攻击 坦试鸡痞之鱼 未取得瞬间喘息机会 仓促引战 其如秋夜被疾风扫荡一样 无礼之之 到下午四十许便全线归盘 官兵四野乱窜如鸟兽散 谭道元 单计逃顿 东勺之战虽因红三军侧击部队未能及时赶到 让谭道元得以摔小步顿韬 但仍取得歼敌一个多里 升幅三千余人的辉煌战果 后续考虑到头皮苦诸一代有国民党军十一个团 而且是十分警惕 红军自身不过才十三个团 且连续五天高强度作战 所以决定不再继续向东进攻 放国民党军退去 国民党军部队在中路主力晋丧州 果然是胆寒的 左路军见红军没有追过来 赶紧是掉头撤退 由头皮金广昌退回一黄 右路军龚炳藩时和张辉散残部 朱耀花旅也是退回其安 敌十九军第六十诗 六十一诗虽然是趁机进战新国 但也是无捕大局 这便是第一次反围剿作战的过程 红军也四万之中 击破十万国民党军的围剿 此战虽然人数激烈 但凭借高超的指挥艺术 通过不断分散再集中 再分散再集中的方式 形成局部人数和力量优势 这便是毛泽东所讲的战略上 以当时战术上一师当一 即便在后续的如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 对应四位反击战等等作战当中 我们仍是能够不断的看到 此种战法的七大版本 可以说此时正是人民军队从不断打败仗的军事白板 成长为优秀的战术战略大家的 奠机阶段 这些东西呢 有些虚 咱们来唠唠实在东西啊 粉碎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 这是工农红军建立三年以来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 红军凯旋回到小步 群众是敲锣打鼓 高举空气 战士们呢 也是喜气洋洋 一个个身上是揣得鼓鼓囊囊的 是以千敌一万三 其中升幅九千多 缴获各种武器装备无算 反围剿间 战士们呢 不少用的是土造枪 甚至新战士啊 不少还扛着镖枪了 然龙岗和东勺两丈咒 土枪换成了无响的汉阳造 子弹带也是撑得鼓鼓的 甚至就连崔石般背的原底生铁锢 也是换成了拼底输铁锢 当然了 最重要的是 红军破天荒的有了电台 龙岗之战当中 红军缴获了张辉赞师部的一部电台 只是呢 当时冲进张辉赞师部的战士们 也是不认识电台啊 文化水平有限 把这个电台的发暴机 以及给电台发电的装硫酸的罐子 给砸坏了 只留下收报机和充电机 所以呢 只能算是半部电台 而在东勺战斗当中 经过实物教育的红军战士 又从谭道员那里 缴获一部完整的15瓦电台 与在龙岗缴获的半部电台呢 属于同一型号 人民军队的无线电 通信力量 便是靠着这一部半电台发家的 原来啊 在龙岗之战的时候 战士们冲进张辉赞师部的时候呢 还顺带着俘获了十名无线电的工作人员 这些人来自国民党交通兵团 无线电第一大队 第五分队 番号 KFF 当时呢 是配属到第十八师工作 对于宝贵的技术人才 那自然是不能向普通的大头兵俩 发几块钱走人 通过教育争取 这一批人全部加入了红军 这十人当中啊 就有一张SS卡 江苏武近人 无人见 此人呢 是个理工学霸 而且思想上倾向革命 高中毕业之后啊 励志抱国的气 考入南京国民党军事技术学校 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 后被分配到十八师负责电台 加入红军之后呢 很快呢 便是受到了感染了 并改命汪州 开启了作为无产阶级战士的 全新生涯 没错呀 他就是后来的红军总司令部 电台大队长 开国中将电子工业部部长 抗美援朝时期 以简易贯头科跳拼 与美军进行电子战 六十年代 打下优二 这些不朽工薰 都有他的参与 面对第一次反围角 获得的如此多的收获 毛泽东做出了如此评述 无论大小武器装备 凡是白军有的 红军也会有 没有的 敌人会给我们送来 没有人 我们可以训练 也还会有人 从白军中来 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 我们是有权利的 并且经过敌人的运输队 送过来 这是真理 不是开玩笑 原来运输大队长的概念 在第一次反围角的时候 就有了呀 对了 还有被俘的张辉赞 也是值得提嘴 这是迄今为止 红军抓到的最大的官 中角失掌 但是呢 由于对他的处理不到 我军在后来付出了很大的损失啊 要说此人被俘之后呢 完全没了之前的嚣张跋扈啊 一再表示 只要留得住性命 要钱给钱 要物给物 张辉赞的家属 以及蒋介石 也是联络到中共上海机关 许诺 只要放回张辉赞 不仅会拿出数十万大洋 以及红军急需的二十弹校 作为交换 还会释放一些被关押的共党分子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三国志啊 关事军呢 在使用刘备势力的时候 因为初期该势力很穷 所以呢 我一般会用带有擒货技能的英雄啊 捕获其他势力的项链 等着对方拿钱来换 这在游戏初期啊 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 会极大的加速势力的发展 而对当时的中共来说 无疑也是如此 朱恩来是马上决定啊 派人前往谈判 并发现要求苏军 不要杀掉张辉赞 但是呢 因为当时交通闭塞 吃了 实际方面军内部 对如何处理张辉赞 也是有很大的分歧 一些指战员呢 要求立即处死 这个血债累累的国军降帝 但毛泽东还是老观点呢 不能杀 兵法之道 攻心为上 要以此为手段 瓦解敌军心 朱德的观点呢 则是比较实在啊 留着他半个军校嘛 讲授一些正规的军事理论课 虽然朱德 毛泽东二爷 压制住了军队当中的情绪 但是张辉赞 却在地方苏外政府的庆功大会上 被愤怒的东谷军众 割下套路 因为在不久之前呢 张辉赞驻扎东谷的时候 纵兵烧杀 数天之久 未解心头震 群众还在其的头颅上 卸商标语 放在木板上 预想的是顺着干枪 飘往国军的临时大本音 南昌 虽然张辉赞的头颅在其安 便被国军打捞了上来 但是效果呀 还是一样的呀 当时的红军战士呢 普遍存在优待俘虏兵 不优待俘虏官的情绪 认为呢 当兵嘛 混口饭吃 但是军官却都是剥削阶级 所以对待俘虏兵的政策 是愿意留下的 你就留下 不愿留下的呢 发几块钱 自己回家 故此对群众的行为 没有进行有效阻拦 这带来的结果就是啊 后续一些国民党军将领 知道自己被俘 不会有好下场 普遍出现在劣势环境下 还是要死战到底的情绪 这个现象虽然后续啊 有所约束 但是一直到解放战争 才彻底改变 在强力下 推进了优待俘虏观 此举也是最终彻底瓦解了国军 从士兵到将军主动投降的呢 那时候都不少啊 当然了 这也都是后话 依次反围剿胜利之后 第一方面军分散各处 拔除了苏群的一些 地主武装固守的土围子 继续进行土改 所到之处 百姓呢 可以说是单时胡将相淫啊 土地革命战争 到解放战争 那你基本上是可以归纳为一场战争 即解放土地 与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战争 中共的道路 欲依靠地主极端统治中国 获得农产品用于换取外国商品 缺乏发展民族工业的动力 依靠关税收入 支撑财政的国府 是极端对立的 这是阶级的对立 也是生产力发展模式的对立 也因此 剿灭动摇国本的共产党 永远是国府的最优先期 1931年2月 42岁的何隐庆 被蒋介石为以相恶干命 刺烧小匪司令之职 代行蒋介石 陆海空军总司令 施权 兼任南昌新主任 领军20万 对中央苏聚进行第二次大围剿 而丧失嫡系部队的鲁迪平 那自然是灰溜溜的滚蛋了 来南昌之前 何印新曾经仔细研究了 第一次围剿期间的作战降报 他认为国民党军十万之重 败于区区四万红军 主要原因是兵力不足 准备不周 急切深入 结果是正中了红军 诱敌深入的奸计 因此何印清决定改变策略 新的围剿 需要以集中优势兵力 严密包围为主 采取稳扎稳打之方针 具体部署 王金玉任总指挥的第五路军 四个师分驻赣江东岸 西岸 西水 永丰一带 二线的辖江新赶一带 有韩德清第五十二师 罗林第七七师 驻赣江西岸太和之安府一县 朱少良任总指挥的 第六路军三个师 驻南风城以及附近地区 孙连仲任总指挥的 第二十六路军 至第二十五师 二十七师 驻宜黄乐安一县 另在辅州后方 有关属人的骑兵地理 张孝行第十三师 则是驻南城 李川一县 想光奈蔡廷凯的第十九路军 第六十师 第六十一师 位于新国 另有第十二师 马坤第三十四厘 位于于渡 东县福建建宁 由刘和鼎第五十六师 这样就行中立条 西起干江 东直建宁 七百里长的保卫圈 这是何印清根据蒋介石 亲自确理的后级兵力 严密包围 稳扎稳打 步步为银防阵 所做出的排兵不振 二十万军重入干 风烟滚滚 来天板 敌人的围剿兵力倍增 而因为富田事变脱离一个军 以及之前的战损 红军方面的人数 却从四万下降到了三万余 目前因为国民党军包围圈的不断收作 之前四三活动的红军 已经是聚拢在宁渡周围 面对步步紧逼的国军 按说此时的红军应该是要统一思想 迅速制定反围剿的作战方案才对 但是中央苏军内部 确实又开始了激烈的争执 本来在之前的出击长商 以及第一次反围剿后 第一方面军当中 毛泽东已经建立起相当的威信 按理说不该再出现战略层面的剧烈争执才对 这要回到数个月前 1931年年初中央苏军进行第一次反围剿情后 共产国际决心更换中共中央领导层 年仅27岁 在共产国际创办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之前只是一名普通的宣传科干部的王明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兼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扶持下 上尉掌握了中共核心领导权 专来瞿秋白等人受到压制 其中瞿秋白李维汉等直接被踢出中央政治局 也由此开启长达四年之久的完全服从于 或者说依附附庸于共产国际的所谓真正布尔什维克时期 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 毛泽东登上中央核心领导位置 中共才算是摆脱共产国际的直接控制 第一次独立探索自己的路线 当然了这也是后话 届时成争篇幅才会讲到 王明尚伟周大量派出钦差到各处苏区 夏夕出任湘厄西分局书记 张古涛出任鄂语湾分局书记 以王家祥人毕时顾左林组成的中央苏区代表团 去到中央苏区 193年3月18 英都新唐 毛泽东听着秦山们带来的远程微操指示 眼皮直跳 按照文献记载的说法 那便是 这份三月指示完全说了些 模棱两可的废话 指示呢 是先提出 当敌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时候 我们必须利用优势的兵力去击溃敌人的主力 如果能够诱敌深入 聚而歼灭他 也是可以采取的战略 又提出啊 主要的任务是保存红军的实力 预必要是可以抛去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 可以向湘南 越贵北或贵州东南地区撤退 以便建立新的苏维埃运动根据地 要说按照毛泽东原本的计划呀 是要继续采取诱敌深入 寻击歼灭的方案 他认为啊 虽然从军事角度看 国共双方的兵力对比更加悬殊了 但是与第一次反围角相比 第二次反围角的准备 其实是更加充分了 这几个月毛泽东还是干了不少事情的 划分了十个游击区 成千上万的群众被动员起来 配合红军主力进行作战 执行扰敌 赌敌 截敌 诱敌 诱敌 恶敌 等任务 这也是国军动作很慢的一个原因 另外单价 扁单 罗筐的这些支前队不提 甚至啊 一些被国民党军抓去修宫式的群众 还会主动跑到苏狙 报告敌情 就连这宫式有多深 用了多少砖瓦 有多少枪眼 都能够清清楚楚的 在沙地上画出草图 这是因为啊 几个月来 中央苏区的地主呢 基本上是被肃清了 土改彻底 祖祖辈被被饱受封建剥削的贫困 农民分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 成了土地的主任 所以呢 会打心仰的拥护红军 这便是毛泽东在会上提到的呀 人民的力量是红军战胜跌 并不断发展壮大最根本的力量源泉 但实际上空降派们刚从上海来不久 也缺乏实战经验 而一些干部呢 更是根据中央精神做出了不同的理解 大多数人认为 敌军二十万 自身只有三万人 力量对比过于悬殊 毛泽东对于自身和人民力量的估计 过于一厢情愿 红军实际上没有和国军对平的实力 既然中央精神指出 预必要是可以抛去旧的与组织新的苏外区域 那么干脆就离开苏区 比如从南面突围到四川去 也有人认为 应该采取分兵退离的策略 也就是打散兵力 不断的转移敌人的视线 以此同时 做到退离 巩固苏区 甚至在游击当中扩大苏区 类似之前在井冈山的做法 总之 会上除了朱德 下阵灵外 几乎所有人都反对毛泽东 有敌深入的计划 虽然人数占多数 而且空降派在职位上 高于毛泽东主得 但是一方面军是两人一手壮力 一个是政委 一个是总指挥 有着特殊的威望 这两人虽然在人数上 占了绝对的劣势吧 但是咬着不松口 坚持要打 故大会是开了一天 只能是一而未决 为了平息争论 统一思想毛泽东那是提扩大会议范围 吸收军级别干部参加 那没说的啊 第二次扩大会议上 当黄公略 林彪 罗荣环 滕代元等军级干部 看着毛泽东在会上 用他们熟悉的动作 一边掰着手指头 陈述利弊 一边输出的时候 便是大局一定量 纷纷请着 就在苏军干他呀的 跑人不跑 形势也是就此逆转 要说任弊时 王家乡 也不是守着教条主义 不放得住 看到众多将领 纷纷支持毛泽东 也是受到了些许触动 最后也是表态支持 先打打看吧 既然最终是确认了 毛泽东提出的 集中力量 诱敌各个击破的方案 那么接下来 就是具体的军事部署 哎考虑先揍谁了 那好 欢迎收看下回 哼扫千军